但是老公你委屈呗 话风忽变啊 别人找一媳妇都能干那么多事 你找一媳妇就跟个傻子似的 我不用委屈呗 我把这事干完了 然后我自己按着我的节奏去走完了以后 这不挺好吗 可以啊 王老师 那你觉得我用改呗 你改什么 我觉得这探秘比较你多大岁数了你还改 我那你可以的 我觉得就是这次去玩的时候 就你也可以借鉴和学习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 没有必要去为了什么东西迎合 迎合谁或者说要去改变什么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嘛 你懂我说的意思了吗 懂 不用效法 不用效法 可以借鉴和学习 但是不用效法 那我就不用改了呗 我明白就行 不用改 反正左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你不用去改变 因为你改变你就不依赖我 不依赖我 我就没有成就感了 老公你能让我赖一辈子呗 一辈子让你赖着 啊 我这儿坐了半天你没有发现 有什么变化吗 这是我们这趟旅行的照片吗 对 全部都是 这很好 这个也有意思 我跟那个涛姐联系的 我说你们俩出去然后再相互照顾 如果方便的情况下 照片啊 每天都给我发过来一点 可以啊王老师啊 下一个铺会点浪漫的 下一个铺会点浪漫的 可以啊王老师啊 可以啊王老师啊 老公你就不能说你担心我吗 不能 那就 宝宝爱你啊 爱你 清清包包指高高 我做错了什么我要坐在这里